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五,今天将有非农就业数据发布,欢迎大家去提高警惕,然后注意持仓的一些超短线的一些风险 欢迎您回本视频点赞,我们先看两条重要消息 巴威特新年开门红,伯克希尔股价创新高,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 随着投资者继续从高增长股票转向更安全的投资 股神巴威特迎来新年开门红,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连续四天上涨 公司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 伯克希尔哈萨维A级股票周四上涨这么多,收于这么多元 创下历史新高,现在伯克希尔有望成为下一个冲击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加入特斯拉,亚马逊,微软和苹果等公司的行列 随着美联储暗示,今年将更激进地削减大流行时期的刺激措施并提高利率 加上美债收益率飙升,投资者纷纷抛售固执高 盈利前景不确定的公司的股票 转向那些将从经济复苏中受益的价值型和周期性股票 科技股和其他高增长公司的股价尤其受到债券收益率上升的影响 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债务成本可能会阻碍现金流的增长 高盛最近的数据显示 对冲基金正在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增长型科技股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22年的第一周下跌了3%以上 表现逊于标普500指数 2021年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上涨了30% 略高于标普500指数27%的涨幅 今年前四个交易日该公司股价上涨了近5% 据福布斯估计巴菲特目前身价为1140亿美元 是全球第八的富豪 仅周四一天 它的净资产就增加了14亿美元 我自己念了半天 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一页 高盛的最近的数据显示 对冲基金正在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增长型科技股 以科技股为主的等等下跌了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有可能是 一会儿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跟进不同行业的股票 可能啊就能明显感受的啊不同啊科技啊就是不同行业的股票 它们处在自身的这个啊上涨的或者是下跌周期的一个阶段对吧 完全是不一样的 另外新年卖不停木头姐连续四天抛售特斯拉 KCW的方舟投资公司在2022年头四个交易日连续出售特斯拉股票 即周一和周二套现近1亿美元之后 周三又卖出了19212股 套现约2090万美元 周四卖出4620股 价值约490万美元 特斯拉股价周一大涨13.5% 但之后连续三天下跌 回吐了周一的几乎全部涨幅 该股周四收盘下跌2.15% 报1064.7美元 自去年9月8号以来 物德的基金一直在抛售特斯拉的股票 在周四的交易之后 它旗下的三只ETF总计仍持有约160万股特斯拉股票 价值超过17亿美元 好 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市场的表现 那木头姐应该是在跟马斯克一样 都在高位做一些套现的处理 但是他们应该仍旧是长线的投资者 注意 这不是完全卖没了 跟马斯克一样 都是长期股东 都是长期的股东 好 我们看一下盘前股指期货的表现 虽然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周五 也是新年的第一个大飞浓数据日 同时也是在美股不断创新高之后的相对的小回撤附近 那么后续是涨势低 是近期大家思考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坦白的说我本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百发百中 但就从近两天的横盘状况来看 东宫双方都没了意见 包括我 但那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美联储是什么样的态度 美联储只是传递出了鹰派的信号 比较降低资本市场风险的信号 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时间点已经准确的放出来了 那么在此之前 可能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会经过几个月的高位盘整 把资金逐渐的重新调整仓位 让他投资的安全性更高一些 把一些相对激进的行业 比如科技类的减仓 然后放到一些 比如说暴跌很深的 或者是未来潜力很大的一些成长股上 这是一个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 至于说大盘指数会涨还是低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一看就可以 鉴于今天是大飞农的数据日 这个涨跌概率均等 涨跌概率均等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历史高位 历史高位附近的一个横盘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日线图上我们看看 这个位置到底是哪还是低 需要多空双方共同去作用 我的倾向是什么 咱们说让我说倾向的时候 我倾向于在高位稍微上下震一震 说能走大空头吗 也不那么容易走大空头 说容易再持续走大多头吗 说也不那么容易啊 为什么啊 因为上方这个大阴线啊 意味着空头抛压很重啊 同时上方有高位横盘的一个表现啊 这个横盘就意味着市场的 呃叫什么 犹豫不决 随后呢 选择了暴跌一根线啊 那么后续呢 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坦白的说啊 最好再跌一点啊 最好再跌一点啊 行吧 但我是觉得目前啊 看到啊 这多空双方啊 是非常均衡的一个状态 看这个小小阳线啊 或者说一个十字星线啊 有人说啊 现在就应该看大空 看大空头 我觉得啊 有点早啊 有点早 那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吧 这市场啊 有没有决定的时候啊 普通的商业者 你为什么要有决策呢 啊 应该也是没有决策 你唯一的决策就是减仓 或者是在旁边观望一下 让市场选出一个可能的低点 或者是可能的高点 对吧 嗯 是这样 那么今年啊 2022年全年的一个主机店啊 大概呢 就是以洗盘的模式啊 推进 以大型震荡的模式推进啊 至于能不能走大空头 可能还真要配合着 呃 缩表啊 这个购债缩减啊 包括这个 呃 加息等等的一些重要的决策啊 为啊 这个临界点是吧 或者说啊 加息或者说啊 重要的一些事件的一个啊 前夕作为临界点 那么现在呢 这些重要的事件只是啊 有啊 这个烟雾蛋放出来了 不一定怎么地呢 说万一未来啊 经济啊 或者是就业啊 还是不够明朗呢 不符合预期 那美联储是不是又可以改变啊 想法了呢 就说啊 我们要推迟一下啊 我今天把这话料成看看美联储会不会这样啊 当然我猜不准啊 我就一直说市场的变量呢 有很多啊 美联储自己的决策也有变化 是吧 所以想要去猜准啊 接下来啊 包括一个未来一年的全年的一个大涨大跌这样的一个行情 实际上是很难的啊 我只能说今年的行情呢 对于大盘来说肯定不像20年啊 甚至二二一年这两年的这个行情那样 比较猛烈的上了啊 啊 但是呢 这话啊 也说的也不是绝对的哈 那么今天啊 这个非农啊 就业数据的发布 这样会啊 对于多空商方都有影响啊 那么冷静的交易者应该在旁边观望 不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选方向的一个环节 说万一大涨了怎么办 说万一暴跌了怎么办 哎 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哈 那你干嘛要去参与这种 不去进行更高的一个短线呢 说他带好小之损了 可以去 那也可以啊 说他不知道带着大之损啊 那也就不要参与了 那么在日线级别 我还是倾向于在上下稍微震荡一下 再做方向的选择啊 那么近期的临界位置非常的 难以判断 难以判断 好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盘前呢 反倒微涨了一点点啊 对于纳斯达克而言 他呢也是运动到了近期长线趋势的一个临界位置 说我继续看震荡向上啊 还是或强烈的大阴线抛下来啊 这两种可能性也都是有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看啊 他们在临界位置的选择 好吗 那我倾向于什么 我还是倾向于有点多啊 就是说啊 高位震荡吧 就即便是跌下来呢 他也是浅浅的一跌 然后再这样震 震 是吧 这是我的一个偏好啊 这个偏好并不是真实的市场情况 那么后续呢 我们将会根据每一根k线的一个表现 再去重新的调整每天的思路 我这个只管一天啊 甚至啊 几十几个小时啊 那么过了十几个小时 我又要重新评估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看得太长远 说这个有些人看了一个礼拜之前的项目啊 这个节目 说你不是一直干涨吗 那么后续过了一个礼拜 上我这打我脸了啊 这个 这个他有点滞后啊 我那个不是做啊 那样的一个判断 而是每天都要重新评估的啊 这也是本节目的意义 好 那么对于纳斯达克来说啊 这个新闻上说啊 有很多在抛售这些科技龙头股啊 近期呢 科技一些热门股 或者是一些科技龙头 确实是在高位进行洗盘了 但这个洗盘行情 我们之前说过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高位震荡洗盘 一个是深度砸盘洗盘 大家倾向于哪一种呢 哪一种发生的概率都有 但是倾向于哪一种呢 我还是倾向于高位大型的洗盘啊 而不是暴跌型的洗盘 好吧 那那些啊 普通的股票为什么都暴跌呢 那为什么科技龙头不能暴跌呢 你想一想 这个市场 如果啊 这些极有的这些龙头股也都暴跌了 那还做什么股票呢 大家想一想啊 所以啊 如果美股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投资渠道的话 那么啊 市场呢 不会偏激到所有的股票都同时暴跌啊 当然啊 那种概率啊 其实在2020年年初啊 那一两个月发生过一次暴跌 但也只是那一次啊 那我相信后续呢 不会有那么猛烈的暴跌啊 所以这是我判断 后续可能在高位无需震荡的一种 啊 走法的一种可能性的依据啊 好 那么今天会怎样 我觉得 看吧 看一下啊 我还是倾向于啊 在震荡啊 震荡 好 罗素呢 罗素也是啊 这样啊 他其实一年都是无需震荡啊 所以现在呢 说多说空啊 都是不重要的啊 因为不是趋势行情 道琼兹指数啊 要提防进一步回落的可能性 那么他的第一个回落的可能的点位呢 就是近期的小趋势下 这么一话 对吧 得到这儿看一看能不能止住 他其实呢 也是在踩这个位置啊 踩这个横向的支撑区 那如果踩不住的话 要提防他回落到啊 长线趋势线上啊 就OK了啊 现在呢 仍旧是在历史高点附近的一个博弈 好 道行司 那么今天啊 这个大非农数据的影响呢 将会是 将会是比较大啊 但不一定是比较深远 像比较深远的影响的因素 主要是黑天鹅事件和美联储的一些重要的角色 包括美国的重要的政治事件啊 那么现在呢 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事啊 大非农啊 仅是一个 中性中中性的事件啊 中性的事件 还没有到特大事件啊 好 大家明白我的基本面的逻辑啊 那么技术面上现在没有给出方向啊 那我倾向于在 当前的位置向上啊 向下稍微震荡一下啊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的表现 由于今天啊 大非农啊 影响较大 那么各股呢 也会有一些影响 呃 美国旅游公司呢 一直在高位悬着哈 那么他还是没能跌破这个扩载上行 那么现在能追钢吗 不能啊 不能 啊 多头的止损呢 也可以顺势提高到 比如说55块钱啊 后续万一暴跌啊 就55块钱啊 就止损了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盘前微涨一点啊 看这个就是科技龙头啊 他会怎样去洗盘啊 应该就是在这个10块20块 这个方向震荡吧 我觉得他要是真正大暴跌的话 那科那那斯达克就完了 因为他毕竟是权重龙头嘛 所以我不倾向于那样的一个走法 就是稍微给个10块20块 甚至30块的一个回撤啊 就就OK 20%左右的一个振幅啊 百分之十几 20%的一个振幅 差不多啊 我觉得差不多 好 我们再看一下大马股 大马股最近并没有走出多头的强劲的走势啊 还被20日的均线所压制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等待 不好做啊 不好做 AFRM AFRM近期我们画出的加跌趋势啊 仍旧有效 那么多头是否能够真正的止跌 还需要更多的K线去确认 现在呢 有一点点小小阳线啊 但并不意味着强劲多头的回归啊 给他的上册啊 上边都有一些重要的K线啊 这样的小阳线 但这样的阳线不足以改变大势啊 真正改变大势的是一段盘整啊 在地板上横盘啊的叙事啊 叙事带着啊 那现在这一根阳线 那算什么 什么也不算啊 嘴都多头不应该乐观 我们看一下八八啊 这两天八八呢 有在底部筑底的一个可能性啊 这个图啊 有这筑顶的可能性了啊 可以看到这里经过长时间 横盘没有选择创出更低的点位 说后期会不会再砸回来呢 也是有可能的 那现在多多可以吗 做多的话 一定要注意止损啊 极限止损是放在108 近期的止损可以放在110 115左右 现在抄底会比之前更安全吗 会的啊 会一点 那么多头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简单化一个双重底的感觉 看到 这就是这小情侯 那么再回落的话 有可能再落到这线上 这样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他有可能不给回落啊 这形成一个双重大底 然后往上拉伸 去测试缺口附计啊 或者或者140一带啊 都是有可能 所以啊 这样的股票呢 你要不喜欢就不要做啊 好 我们看一下BRKB啊 刚才我们说的是BRK 他们俩的图形一样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OK了 说这BRK为什么这么猛啊 因为他是老爷子的股票啊 老爷子只是在疫情期间啊 给了一个中等幅度的下跌 然后就随后就一直涨 是吧 这个市值666995.40亿啊 那后续还会涨吗 应该会吧 嗯啊 这这个高位这有一个啊 横盘整理向上突破 然后拉伸 我估计呢 这个就是一个中继了啊 那么上次的一个啊 下跌突破呢 应该也就这啊 他涨了很长时间 对吧 涨了一年多 那么现在又横盘了 估计还得涨很长时间吧 我猜的哈 我猜的哈 反正啊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底啊 阶段性的底 突破回踩拉伸哈 这呢 正在拉伸的过程中 说万一我 有人说追进去被套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不会 巴菲特都不怕 你怕吗 那么你可以适当小仓啊 或者是止损放在 比如说20均线之下 我觉得你浮亏也不会太大 对吧 或者是放在这个 框框的一个上边沿 作为止损 这个方框的上边沿 对吧 有人说他不想跟老爷子一块走 其实老爷子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长线投资者啊 那个谁不是啊 那木头姐还不是 他年龄还不够啊 吃仓时间还不够 半个世纪以上啊 所以还是相信巴菲特比较靠谱 DKNG昨天也逆转了一根啊 这算是要上去买 看呢 看上去之后再回落的 止损的一个情况 DKNG 好 我们看一下Lucid Lucid昨天给了一根啊 阳线啊 止损 他呢 是这样走 现在呢 仍旧不能构成强劲的止损啊 强劲的止损还不够成 多头可以再等待一下 可以再等待一下 或者是慢慢的去分几个月去卖 分几个月去操作就OK了 不要太急啊 不要太急 20均线仍旧压制 那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调整到这里 是的啊 看到吧 这多头其实弹起来的高度并不多啊 地方他进一步下落啊 形成一个大型的ABC回撤 所以这ABC回撤止不住呢 那时候我们会看的啊 但这如果再不能止住的话 又要又要往下走了 不要也不要太悲观哈 毕竟这也是热门股票 好 未来汽车 我们再看一看啊 未来汽车 我们近期要观众的重点是对于27块5一带的一个支撑 能否支撑住哈 如果不能的话 要提防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 那现在呢 还没有到那个位置 所以也不能说他一定会破下去 是吧 我们啊 主要是观察对临界位置的一个破位情况 而不是预测他啊 一定会暴跌 或者一定会暴涨 不是不会啊 暴涨和暴跌都是有前提的 那个前提就是重点 重要位置的一个破位啊 不管是向上突破 还是向下突破是吧 那个位置附近的观察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在他真正破位之前就下了决策了啊 下了结论了 那个是不谨慎的 好 呃 我们看一下Pins Pins这个图呢 我们啊 近期一直看是一个圆弧大顶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他 是他 那个想起谁首歌啊 巧哪吒那个 那么这个呢 现在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走法 那么什么时候能止跌呢 注意这个支撑的有效性都比较差哈 那么中间这个横线啊 已经被下破了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在哪里 其实都不重要啊 不重要 我们要看一个横盘的止跌才行 行吧 横盘 地板上横盘才行 现在是一个圆弧加速下跌的一个过程 怎么能去猜底呢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图 看像不像 NIO啊 就是类近期最终啊 都有一些像 我我给你画一些线 你就看啊 越来越像啊 这样 拉升 爬插一下 这样的啊 说这个位置还没能弄啊 还没弄还还没跌够 那就再跌啊 那就再跌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市场好做啊 科技龙头股也没什么机会 现在 我看一下PDON PON是不是要见底了 老问题啊 不要去猜底 要看到底才行 是吧 我觉得这些思维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啊 特别想要定论 怎么可能会有定论 有定论会 有定论就麻烦了 是市场就太都都被你窥探了 是吧 不可能啊 这里啊 这里是一个状态的支撑啊 倒是可以观察近期是不是在这里横盘是吧 横盘之后 说震荡和财五块钱 说没超到那最底 遗憾吧 当然不遗憾 他真要是横盘了上方的距离 上涨空间很大 干嘛超那个底部这个横盘呢 是不 那不代表你有本事啊 好 这个是PDON 我们看一下 特斯拉 特斯拉呢 近两天啊 也是在高位的一个震荡洗盘 那多头并不是很强啊 怎么说 你看这三根阴线 是不是这两个阴线过于强 是吧 下方的KTG指标还是一个死差呢 所以多头不应该乐观啊 不应该太乐观 好吧 先不要急 啊 今年啊 到这第一周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大盘和个股都不是很乐观啊 对于多头而言都不是很乐观 那应该怎么办 是的啊 低配 或者是先把资金释放出来一部分 等待一段时间 看一看其他的暴跌股 或者是一些前列股 包括大科技龙头股 这些洗盘是否能结束啊 再把资金配置上去 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而不是一直持有哈 有些人一直持有 他很少有人像巴菲特那样啊 巴菲特是怎么说呢 他即是他本身是股东 他知道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可能的涨势 他本身资金雄实力雄厚 而且追摸他的人资金也比较多 所以他的股票好像相对较稳了 但是其他的股票呢 都有波动的风险啊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啊 一会儿呢 我们让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现在还是有指贴的一些技巧 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指贴啊 还是要看啊 今天大这个大飞龙数据发来 发出之后啊 多头的一个意图啊 不是太悲观啊 也不是太悲观 先不要太悲观啊 好 好 也不要太乐观的啊 先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 不要急 啊 这个交易呢 不在今天这一天啊 好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啊 拜拜